高雄前京區一處正在施工的民宅 疑似不敵強風吹襲 大約三層樓高的施工鷹架 硬聲倒塌 除了停放在路邊的貨車和機車遭波及 路過的騎士也差點被炸到 車輛在馬路上來來往往 怎麼也沒想到好端端的巨大鷹架 卻從上面倒塌下來 其中一二三四四名騎士驚險閃避 但停放路邊的貨車和機車 就沒那麼幸運了 當場被炸中 當時這個月三層樓高的鷹架 一失不敵強風當場被吹倒在地 而驚險瞬間也讓被波及到的貨車司機 嚇一大跳 開門那瞬間就有了 嚇到嗎 稍微稍微有一點 會造成那個交通的不方便 意外來的突然實在恐怖 重回事故現場 工人趕緊拆除倒塌鷹架 員警也立刻到場實施交通管制 28號中午12點多 原來高雄前京區自強一路上的民宅 正在進行拆除工程 只是施工鷹架一次沒有鎖緊螺絲 加上當時風太大鷹架倒塌面貨 工人花了一個多小時 才將現場恢復原狀 因為梯子要聽 就一定要聽要拔起來 拔起來他重點他沒有 還幫你塞回去 他前面包好幫你塞回去 就OK啊 只是鷹架說倒就倒 相關單位也到場了解 一查發現這施工駕 確實沒有和構造物連結 已經違反治安法 以勒令該作業場所停工 並將依法採除 最高可處30萬罰款 索性整齊意外沒有人員受傷 要不然這下恐怕不是賠錢 就能了事 接著玩家減紅瘦 高雄報導